《长相思》最新的剧情中,香柳在小六的身上吸了血,还被表哥误会,指明小六要学会禁欲,小六一头雾水。 时期不是寻找小六,就是在找小六的路上。 小六也和表哥喝了桑润酒,不知表哥看懂了没有,观众都看到了小六眼里打转的眼泪。 小六也把治病救人的手艺传给了身边的人,或许离开就是小六最好的归宿。 当他跪下向小六说出感谢的话时,观距的人心里都酸了,他们的相遇最抚慰人心。 不过,最令人伤感的却是香柳。 小六和众人一起喝酒,其中一个人说,这样的天气最适合家人围坐着一起喝酒,有说有笑,有温暖有热闹。 小六也喝得很美哉,他脸上的表情很温暖,就像是遇到了开心的事情一样。 此时,窗外飘着大雪,深耽影薄的香柳站在雪地里,雪花打在他俊美的脸上,瞬间就融化了。 他的眉眼处透着不放心,他自言自语,大意是小六的伤好了。 当小六回头看时,香柳的身影已不在,香柳看见小六安然无恙便离开,他走着走着就消失在雪地里。 就在那一时刻,很多人都觉得香柳的背影很孤单,很清冷,像飘在天空中的双花一样。 香柳一角由谭剑刺饰演,他是九头蛇腰,外表俊美腰翼,云发顺滑如丝绸一样。 造型方面,谭剑刺纯装画的较为偏深,特别魅惑人心,尤其是深唇配着白发,视觉冲击力明显。 再加上,香柳飘动的身影,亦危险亦梦幻,亦清冷亦孤傲,让人心疼,也让人惊艳。 影视剧中,这样清冷孤傲,偶尔疯狂,偶尔克制,偶尔情难自禁,偶尔手下留情的男性角色,始终有一股魔性的吸引能力,让你一秒沦陷。 观看《长相思》的小伙伴都被谭剑刺版本的香柳出场时惊艳到了,他冷酷,也柔情,他神秘,也体贴,他有温度,也懂他心思,他理智,也默默付出。 且不说,前期他用鞭子抽打小六,后期他对她是生了情的,甚至愿意为她牺牲自己。 不得不说,谭剑刺的相柳真的绝了,他出现的画面随手一截都能当壁纸。 剧中,谭剑刺一人分视二角,相柳和防风被,谭剑刺演出了相柳冰冷面具下的内心状态,也演出了防风被的人物变化。 谭剑刺以男团成员正式出道的,他擅长拉丁舞,唱,表演功底,也很扎实。 他的脸部特写很丰富,各种表情拿捏得到位。 谭剑刺曾在密案中饰演男主角小川,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饰演司马懿的次子司马昭,魔王重生中饰演高远, 原来你还在这里终饰演周子毅,三国机密之乾隆在渊,饰演曹丕等。 在谭剑刺的清新演绎下,相柳特别的出彩,谭剑刺也会凭借向柳一角人气上涨,资源也会好起来。 除了谭剑刺之外,龚俊也演绎了清冷孤傲的角色,孤独感也让人心碎。 当年山河令热播时,很多观众一秒沦陷了龚俊饰演的温克行。 温克行父母被害后,他被罗浮梦救下。 温克行在尔虞我诈,弱肉强食的鬼谷长大成人,还把阿湘带大,也练成了绝世武功,最终当上了鬼主。 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,假死局开始前,温克行回到鬼谷,他说,即使在兄的恶鬼,只要找到了一条通往人间的路,也会想变回人的。 温克行是在感慨,其实也有共赴皇权的打算。 那个时候,温克行是孤寂的,喜欢温克行的观众也陷入沉思中。 温克行对周子舒始终很温暖,其实他在河边望着周子舒的背影说,但度无所苦,我自瘾皆辱。 真得让人很心酸的。 温克行的一生都在复仇中,直到遇到周子舒,他才遇到了光。 可是,他也惶恐,怕他知道自己的鬼主身份,人鬼殊途,终究无法走一条路的,所以他一直隐瞒着自己的身份。 好在,周子舒改变了他,把他拉到烟火生活里,拉到有光亮的地方。 那个时候看温克行,真的也是特别的伤感,一个清冷孤傲的角色,但也像温文尔雅的翩翩公子,也是邪魅掠风的谷主。 龚俊用眼计随时切换着温克行的身份。 至今回头,温克行有一双迷人的眼睛,眼睛里藏着过去的种种。 他在月光下摇着扇子,就让观众看到了光芒万丈的样子。 轮人设遭遇温克行很惨,龚俊的表演很平稳,几乎是一气呵成的,特别连贯。 龚俊在剧中的造型也很惊艳,虽然是花花绿绿的服装,但是绝对的妖媚, 霸气、清冷、孤傲、邪魅、阴狠、贵气、江湖侠气。 龚俊在《最玲珑》中饰演了《十一皇子原彻》,他的新剧《安乐传》正在热播中,他饰演的男主寒夜也很精彩。 同样演绎清冷孤傲,把谭剑刺和龚俊对比,寂寞感谁更明显。 谭剑刺的寂寞感是爱上了一个人,他就是小六,尤其是雪中消失的那场戏, 清冷感满分了,背影特别的孤单,像是被遗弃了一样。 龚俊的寂寞感是背负的血海深仇,好在他找到了曾经温暖他的周子舒, 不然他的一生就在黑暗中度过了,孤独而冷清,让人心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